好 我们看完这个刚才讲乌克兰 乌克兰事件呢 其实说明了一点就是什么 欧洲国家内部自己有问题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也给什么 乌克兰一个 俄罗斯一个机会什么 因为我什么 我要恢复我大 同学注意看啊 现在就变成什么 在欧洲大陆上呢 欧盟这个地方 特别是西欧这个地方 很多国家内部意见 基本上是呈现一个分裂的状况 那东欧这边呢 相对好一些 为什么老师说相对好一些呢 也就是说因为他们什么 经历转型 对不对 转型成功的波兰啊 什么斯洛维尼亚 这些他经济上来符合欧盟的标准 也一直有进展 那他们不管成功与失败呢 基本上什么 面临一次什么 从苏联二战结束之后 被划归苏联势力范围 一次的变化 然后现在1990年代呢 又从苏联出来挤进欧盟 又是一个变化 所以民意基本上呢 觉得 这样子已经很好了 我们不要再改变了 我们这样子现在已经很好了 大家不要再一人一把号了 现在我们的目标就是赶快什么 让国家转型更成功 然后什么 挤进所谓的什么 强国之列 所以东欧这个地方呢 跟西欧比起来呢 国家意志 即便里面有不同意见 但不至于什么 好像要搞到分裂的那个地步 这是不同的情况 那所以呢 对于俄罗斯来讲 我为了要什么 让自己国家什么 因为我们说 他在1990年代 国家瓦解了嘛 对不对 那透过普丁上台以后 才把这个崩裂的情况呢 往上什么 拉台 对不对 我们要恢复大俄罗斯的荣耀 所以同学注意看 欧美国家虽然那么讨厌普丁 但是普丁在他内部的民意支持度呢 却是高得很惊人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呢 国家的总体意志是什么 是明确的 我们要恢复过去的光荣 那过去的光荣 同学会讲啊 老师这个太抽象了吧 什么叫过去的光荣啊 你是要多久以前啊 举例来讲 是不是什么 彼得大帝时期的 还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和美国对分天下的那个境界呢 对不对 好不管是彼得大帝 或者是凯撒林大帝 或者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但是最起码我们都一定要是强国 对不对 这个国家的总体意志是什么 是非常凝聚的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一个总体意志非常凝聚的国家 和什么 特别是西欧这边什么 民意是分裂 又民粹又民主主义这样子搞的什么 一个是凝聚的 一个是分裂的 两边并不必然开打 但是在竞争的时候 同学思考看看嘛 那到底谁比较容易什么 打到目标啊 对不对 我全部老百姓什么 跟着这个国家领导人 往克里尼亚冲 就把克里尼亚夺回来了 对不对 因为同学注意看 克里尼亚这边 好你这边一办公投 你公投结果还没出来 我这什么 俄罗斯的杜马 俄罗斯的杜马 就是他的下议院 就是议会的下议院 所有的议员都坐那边了 因为同学注意看 因为公投结果一出来了以后 我们表达 我们愿意回归俄罗斯的话 那俄罗斯的议会 要什么 统议啊 对不对 所以议员 同学看到没有 你那边在公投 我这边的议员都已经坐在这边等了 你那边结果一出来 我这边马上说统议 效率是不是太惊人了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你一个分裂的社会 对抗一个什么 团结 那当然不能说 俄罗斯里面没有人唱反调 是有的 只是说你发挥不了影响力嘛 对不对 那那边呢 西欧这边是人人一把号 无法凝聚啊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 他那边一公投结果一出来 这边俄罗斯杜马议员投票 通通通通过 好就过来了 你什么 你欧盟也好 北约也好 甚至美国也好 你没办法 看到没有 你没办法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 其实老师建议大家观察 现在全世界其实面临的情况都很类似 分裂的社会 对抗 团结 或者说 也不能讲必然对抗 和团结的社会的竞争 看到没有 民粹越强烈的地方呢 那大概基本上什么 你这个就很难凝聚 一个社会的整体性 那好 那回到法国这边来看 我们说查理周刊的恐攻事件 不仅震撼欧洲 也震撼全世界 那为什么呢 当然一方面 我们说他是一个新闻媒体 那在西方的价值观里面 新闻自由嘛 你这个恐怖分子 对付查理周刊就等同 和我们西方的主流价值 什么宣战 对不对 因为他是媒体 又是什么 这个代表民意 好 那这下是什么 引起非常大的震撼 那但是为什么 同学注意看呢 老实说 后来发现的凶手 他居然是什么 他就是法国人 只是说穆斯林的移民 但是他是合法的 他不是偷渡客 同学切记 他不是偷渡客 也不是什么 难民朝都不是 他是合法的 穆斯兰移民的第二代 那同学注意看呢 那对于法国 不仅法国 之前欧洲很多的媒体里面 常常什么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些漫画 会有一些文章啊 来讽刺穆斯林的什么 因为同学注意看 你基督文明有你的绝对价值 局来讲新闻 新闻自由啊 民主啊 民主啊 人权 这固然很好 但是你是不是什么 既然你谈民主 你是不是也应该注意一下 别的文明里面 是不是人家也有别的主流价值啊 对不对 别人的主流价值 即便你什么 你不满意 你不喜欢 那但是 是不是也要给予一定的尊重啊 对不对 那但是基本上 基督文明他们是什么 从工业革命以来什么 他们把他们的什么 这些价值视为主流嘛 那当然同学注意看啊 你也不能说 他的这些主流价值观是不好的 因为毕竟这些主流价值呢 协助他什么 冲破了工业革命 进而什么 领先什么 当时其他的儒家文明也好 还有什么 伊斯兰文明啊 因为以前同学注意看 基督文明并不必然的什么 比儒家文明或者是伊斯兰文明 或者是犹太文明 这并不必然比这些文明强哦 但是工业革命之后 确立了什么 基督文明的什么 强势嘛 对不对 他使得什么 凡是接受他的这一套的呢 大概都会变成富裕先进的国家嘛 对不对 所以他也很自豪 他也觉得他的 当然没问题啊 你能这些什么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嘴巴上主流价值是民主 老师建议大家注意 基督文明其实对于其他文明 其实是排他性很强的 我不接受你们其他的文明 有什么价值可言啊 懂老师的意思吗 你们注意看基督文明的排他性 其实是蛮具体的 好 在这个情况之下 难免就有一些 不管是媒体人也好 什么常常在媒体上做一些 对于什么 这个基督文明的揶揄报导 甚至对于儒家文明 其实举例来讲好了 这几天最明显的一个案例 就是什么 韩国现在不是出现 这个普景会这个总统 出了很多问题 对不对 BBC马上就讲 这就是儒家文明 造成的 你看到没有 这他自己 他自己的事啊 什么都无限上纲到儒家文明啊 就儒家文化 就会出这种人了 董老师的意思吗 就基督文明 他有意无意之间 搭配他的强势的什么 影响 一个普景会 他就可以给你搞成说 这是儒家文明造成的 那间接上 不就是讲你儒家文明 是有问题的吗 是很差的吗 对不对 贪污腐化各些 那贪污腐化这些 基督文明里面 也是一大堆啊 不是吗 对不对 如果没有的话 川普为什么要打败 华府的体制啊 就是贪腐体制嘛 对不对 他在媒体上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我们的儒家文明 影响区的 居然没有人 想要起来什么 谴责BBC啊 反正大家忙着求生存 还没能力反击 看到没有 那好 那这边呢 你查理周刊 你指责别人 别人也没有 没有能力正面跟你对抗 因为什么 全世界的主流媒体 你是握在西方国家手里嘛 对不对 所以他跟你什么 来个个人攻击 突击式的 这所谓的恐怖攻击 那恐怖攻击呢 来自于你自己的合法的什么 国民啊 好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当然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当时呢 这个恐怖攻击查理周刊 攻击查理周刊 哇那真的也是很厉害 进去扫射 那同学注意看 那当然法国 甚至连欧盟 所有国家的领导人 走上街头 巴黎街头 好像声援 但是同学注意看 那时候美国总统欧巴马 没有参加 当然后来美国内部 有一些人指责他 那当然其实 从老师的眼光来看 他作为一个美国国家领导人 你这些什么事情 他相关的情知 就很清楚了嘛 对不对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他当然也清楚啊 对不对 那同样 所以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那后来呢 事情稍微过了以后呢 大家对于法国 其实也一定程度上 不管是法国内部的自省 或者其他国家 对于法国的质疑里面 有一个有一点就是什么 其实这些恐怖分子什么 他突击法国这个查理周刊 同样的旁边的以色列什么 犹太人的社区也受到波及 那你们为什么不声援 这些犹太人 也有犹太人 旁边的犹太社区也被什么 也被波及了 那为什么没有人协助 这犹太社区里面的人呢 你的道德性 在哪里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看 法国查理周刊本身什么 所彰显的这所谓的西方文明 这些价值呢 其实蛮值得大家思考 甚至后来到今天美国选举 其实同学注意看 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一直要注意的 就是说的确工业革命以来 因为生产工具的改变 把基督文明的强势呢 的确凸显出来 它真的也很有办法 在科技各方面 制度的设计 的确非常优秀 那但是今天你们为什么走下坡呢 其实同学注意看 是不是必然的就是所谓的中国崛起呀 或是怎么样 造成的把你们打下去了 还是当年让你们崛起基督文明 打败儒家文明 打败伊斯兰文明 打败犹太文明 这些正面的什么主流价值呢 是你们自己现在在践踏 你们践踏让你们什么 快速发展的这些什么 正面价值正面的能力嘛 对不对 所以使得什么 你们今天走下坡了 倒不必然是哪一个国家 突然强起来 把你们压下去了 倒还没有 美国依然还是全世界最强的 欧洲这些欧盟的会员国 很多都还是非常富裕先进的 但是为什么你们总体的力量 确实往下走呢 老师建议大家注意的 是不是就是这些 让你们崛起的这些正面的价值 你们今天自己都不遵守了嘛 或者说遵守的这个程度呢 是降低的 所以使得你们视为嘛 以英国为例呀 英国工业革命之后 在全世界建构这么庞大的 大英国协 那你要解释啊 那你为什么今天 不要说大英国协啦 你自己英伦三岛都快要肢解了嘛 没有哪一个国家去打你啊 没有啊 对不对 你BBC还是有能力笑话别的儒家文明啊 不是吗 没有人打你啊 儒家文明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反驳BBC啊 对不对 所以没有人对付你怎样啊 那你走下坡是不是你自己内部出了问题啊 对不对 就是今天同学注意看 英国当时推动工业革命成功 进而影响全世界 其实同学注意看 当时搭配的其实就是什么 国家总体意识高度集中 怎么集中呢 内部先不讲了 外部来讲好了 英国皇室资本家 还有议会什么 三大势力结盟在国外抢 抢资源抢市场抢领土嘛 所以内部是什么 内部是总体意志的什么 高度凝聚啊 在外面抢 那抢来的东西呢 其实同学注意看 今天的问题那个时候就出现了 也就是说皇室贵族议会 资本家中产阶级 联手起来在国外抢 一样的抢来的资源独吞 没有分配给中下阶层 所以你们注意看 为什么公投脱欧的这些人 一肚子的恶气 其实同学注意看 英国贫富差距已经是几百年了 从工业革命突破的第一天开始 英国的贫富差距就是非常惊人的 只是走到今天已经忍无可忍了 看到没有 也一样嘛 今天的问题跟那个时候问题是一模一样的 也就是说国家 我大英国邪耶 全世界大部分的领土都是被我英国殖民了 对不对 那如果说这些抢来的东西 合理的分配给每一个人的话 那英国人里面应该没有穷人哦 对不对 因为全世界给你英伦三岛这几千万个人 来分怎么可能会还有穷光弹呢 对不对 应该英国本身最没有贫富差异的问题嘛 对不对 你在国外全世界同样思考看看 甚至老师以前讲的 只有欧洲大陆 俄罗斯还有大部分的中 大陆那边的什么地方 大陆都被英国搞成什么 赤殖民地啦 不是吗 香港也被拿走了 对不对 你全世界这么多资源都归你英国 如果你当时公平正义的分配给你英国每一个人的话 你英国绝对没有穷人嘛 是别国才有穷人啊 对不对 但是英国从那个时候开始贫富差异 随着英国的强盛而越来越大 英国那个有钱的贵族皇室 那个钱已经多到什么 没办法的多了 那但是中下层呢 那穷也是真的是穷到 让人觉得真的是傻眼了那种穷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那股恶气已经是几百年累积下来的 因为我们知道英国的社会阶级也很清楚嘛 皇室贵族然后什么 后来有加上中产阶级然后下层的 下层的永远翻不了身 同学不要以为只有在印度啊那种什么 总性制度之下才有人翻不了身 其实英国本身就一大堆人几代了也翻不了身嘛 就是穷高弹了 你手中没有握有任何生产要素嘛 对不对 所以当然什么火啊 有机会什么 那当然马上什么翻盘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法国这边也一样 也就是说你内部的贫富差异的问题 绝对不是只有一两天 然后你这个贫富差异再搭配上民族主义 那这下不得了了 看到没有 这个杀伤力多惊人啊 对不对 你这个贫富差异有些人觉得就是你们这些外来移民害的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一堂课一开始讲的文明的冲突 基督文明还有伊斯兰文明这种打来打去 一个十字军东征 一个圣战 打到今天都还没有打出一个绝对的胜负啊 同学注意看啊 我们说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前 我们儒家文明还没这个本事哦 但是什么 伊斯兰文明的影响力是整个什么 连西班牙葡萄牙那个地方什么 伊斯兰文明都很什么惊人的哦 都影响到那个地方去了 所以也 所以他们两个打来打去 也算什么 随着这个历史发展的经验嘛 对不对 他打不到儒家文明这边来嘛 因为儒家文明的影响力没有什么 跑到欧洲大陆去过啊 了不起就是什么 汉武帝当时派去的什么 张迁通西域都还没有 那个时候还没通到欧洲大陆内部去啊 那再怎么样是做生意 没有去抢占你的殖民地嘛 没有抢占你的地啊 对不对 那伊斯兰文明是整个大迁移进到欧洲去 在那个时候也比欧洲当地要强啊 对不对 所以他们的恩怨勤仇什么上千年的 所以再搭配近代的贫富差异 再搭配民族主义 所以一发不可收拾啊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那整个查理 查理周刊这个事件造成什么 法国什么 当然啊 和这个戒备到现在法国都还是什么戒严时期嘛 戒严时期一直一直延长嘛 因为后来不是又有尼斯那个地方的这个恐怖攻击啊 那但是同学注意看 老师讲了这么一大堆 大家会觉得很奇怪 那为什么最近这个恐怖分子 专门专检法国来炸呀 同学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啊 对不对 欧洲还有别的国家 对不对 而且老师刚刚不讲了 炸法国的这个 这个法国的穆斯林 他跑到比利时 他也没炸比利时啊 如果他是恐怖分子的话 他应该到处都炸才对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一个其实有一些西方国家的学者 也不同情法国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 同学注意看哦 法国是不吭气啊 大家好像都在随着欧美国家在骂俄罗斯 说他出兵叙利亚 去打伊斯兰国 不好好打 打到什么叙利亚 帮助叙利亚的独裁者 对不对 那但是其实同学注意看哦 欧美国家什么 假借打伊斯兰国的名义 进到叙利亚 同学注意看 现在表面上是在打伊斯兰国 其实都是什么 欧美国家的势力 想要重返中东 因为那边的油实在太多了 没有人嫌自己家的石油多啊 对不对 没有的当然就要去抢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啊 反恐其实什么 老师一直提醒大家 反恐对于台湾来讲 或者说对世界上亚洲 非洲拉丁美洲 大多数的国家来讲 反恐是假议题 对于欧美 还有俄罗斯来讲是真议题 那也不是那几个人啊 关键就是什么 大家要攻进去什么 分那个石油 对不对 那平常没有名义怎么攻啊 对不对 平常的话你要没有买的啊 对不对 你不能用抢的啊 对不对 但是我现在我就是要抢啊 对不对 那抢要有个名堂啊 好 那你就是恐怖分子 对不对 那其同学注意看 伊斯兰国这些人也在抢啊 所以大家一起抢 所以才打成一团 那为什么他们对付法国呢 其同学注意看 法国被认为用的手段最残忍 同学不要以为自由平等博爱 他喊出来的 他就特别博爱 没有的 他特别残忍 看到没有 其实什么 法国是最残忍的 所以一连串的什么 这恐攻这么密集的对付法国 是有原因的 他不是无辜的 董老师的意思吧 好 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大概就到这个地方了 那其中考的成绩 老师已经打出来了 想要知道的 等会一个一个上来 老师告诉大家 好 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那老师打分数 是用分数的 但是到最后成学期结束 是用等地制的 ABCD的 所以60分以上算是及格 等会你们看自己的成绩 60分以上算是及格 不及格的同学 老师看那个答案 大概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呢 那你真的就是好像不想要了 那另外一种情况呢 老师也看到 有些同学上课也蛮认真 但是也没有过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可能你不太会这种作答 所以这种情况同学 你也不必灰心 还是可以有进步的空间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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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